71岁的何俊仁被锁上手购 由警员押送上警方的私家车离开 消息说他涉嫌在保释期间干扰证人 妨碍司法公证 何俊仁早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还压超过15个月 直至去年的8月 获高等法院批准以70万的现金 和40万人士担保释 但要遵守肖禁令 也不得发放或者转载可能被视为 违反香港国安法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言论 或者行为 或者联络外国官员和议员